第六回 消失的秦军 是啊 统一天下的百万秦军 到哪里去了 这几十万暴民在凶猛的令天下人畏惧的秦军面前 还会是问题吗 秦军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这不奇怪 你仔细想想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其实很有意思 那些人老了 而秦国当时正经历着人口下降 这和我们今天社会面对的劳动力减少 在很多方向上是相似的 至少在有一点上是类似的 就是生育问题引起的社会性人口减少 一个正常的社会 人口是按照一个小比例增加的 人口是温和增长的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这种正常的进程会被政策打断 比如说咱们中国现在从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为了防止人口的快速增长 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你没有兄弟姐妹 你的很多小伙伴和你一样是独生子 就是这个政策的结果 一对夫妻一个罚 是吧 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立刻引起人口的减少 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 社会进步了吗 平均寿命越长 人口就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小孩越少人口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种增长和下降 在2012年达到了平衡 从2013年开始 中国的人口就开始出现下降 所以你看生育率的下降 是吧 在30年后引发了人口下降 秦国人口下降是因为什么呢 是吧 秦国肯定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但秦国的生育率也下降 秦国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战争 秦始皇一上台 秦国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摇曳 先是修郑国渠 然后是统一战争 好不容易统一天下了 该好好休息了吧 又开始了秦始皇的面子工程 这就使得大量的青壮年背景离乡 造成了秦国的声誉低谷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你听说过吧 孟江女的丈夫去修长城 结果呢 就是在工地上发生了塌方 将孟江女的丈夫就压在了城墙的底下 孟江女去看丈夫的时候 她丈夫已经被压在城墙底下了 孟江女就非常的悲痛 大哭一场 结果呢 感动了天神 天神帮着呢 推倒了城墙 找到了压在下面的孟江女的丈夫 这是一个神话故事 但却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你注意 孟江女和他的丈夫就没有孩子 秦始皇在位三十几年 到秦始皇死的时候 正是秦国的人口低谷 人口少了 军队的人数当然就要下降 而第二个导致秦始皇军队 秦国军队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秦国的人口这不是少了吗 但秦国现在管理的国家大了 要命的是 秦国这种靠武力统一天下的做法 引起了各国老百姓的反抗 多少人战死沙场 丧父的 丧子的 丧夫的 能不恨秦国 更要命的是 秦国还取消了贵族制度 这更是引起了原来管理者的不满 你砸了人家的饭碗 还能指望人家给你出力吗 秦国只得向全国派出大量的官吏 是吧 咱们说过 沛县在楚国灭亡以后就来了秦国人的县长 对不对 这就是秦国派出的官吏 我大概估算过 秦国是实行郡县制 全国四十个郡 郡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省 是吧 郡下面在设县 县就多了 有人说当时全国有几千个县 我们就比较保守的按两千个县算 一个县我们后来看 沛县刘邦他们杀官造反的时候 是吧 这个沛县当时有秦人 大概是五十几个 全国用于日常管理的秦人 这就是十万人 再加上郡这一级的武装部队 这就是二十万人左右 一方面我们说秦国的人口在减少 另一方面啊 用于这种用人用于管理的人在增加 你说这个秦国的野战军能不大量减员吗 是吧 那些骁勇善战的秦军 现在啊都被派往各地当县态爷去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秦国这个时候还同时干着几件大事 修长城 是不是啊 修执道 是不是啊 远征南越 据说现在的越南人 广东人 东南亚的这个地区的这些人 很多人都是秦国的后 你说这点秦国人真是啊 不够分的 国家机器越来越大 可用的人越来越少 军队规模那可不就越来越小吗 实际上 楚汉战争其实的 它的规模比秦统一六国的规模要小得多 战国时期的战役要几十万人参加才算是大战 至少也是十万人规模才会有记载 长平之战那是巅峰对决 是吧 长平之战动员了一百多万人 而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中的军队最多的时候就十万人 多数的时间都在几万人上下 而且是两三万的时候居多 别听那个评书瞎说 那都是吹牛 是吧 咱们国家那个时候的史官有个习惯 就是不说两万以下的数字 这段历史中的战役 很多在这个史官的记录上都没有参战人数 这就是说双方加在一起啊 不到两万人 刘邦在整个楚汉战争当中 七次被项羽击败 其中至少有三次是全军覆没 最后汉军加在一起损失了多少人呢 损失了不到十万人 肯定的说楚汉战争的场面 都没有公体一场足球赛的场面打 多数战役估计啊 都比这个都跟这个手体的一场演唱会的规模差不多 而且呢 这肯定还不是一线明星的 当时秦国最能打的大将叫张寒 张寒号称带领着四十万秦军 这其实是当时秦军野战军的总和全部部队 跟着张寒的张寒直接管理的部队 按照秦国的旧制度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秦朝带兵是有制度的 是吧 秦朝的大将带兵不会超过十万人 所以这个四十万人中 有十万人是张寒带领 剩下的三十万人分别掌握在三个 秦军将领的手中 这三个人就是 董毅 司马新和王黎 其中张寒带领着董毅和司马新 这三个人是在寒谷官方向上 王黎在武官方向上 王黎是王俭的孙子 长子长孙 项羽是项燕的孙子 对吧 咱们上一回说了 项羽也是项燕的 张子长孙 王俭杀了项燕 是吧 所以项羽和王黎有世仇 王黎这些年是顺风顺水 陈胜吴广实际上几乎就是被他带领的军队给平面 张寒这几年就更是风光无限 先是击败了刚刚复国的魏国 又横扫了齐国 紧跟着在定逃击败了储君 这一战储君打败 项羽就是在定逃这一战中战死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